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今天继续带给大家2.4前瞻公布 首款新皮肤皮肤曝光 十连抽来了 2.3主流顶级配对排行 黄泉堪称天花板 流银成平民真神 2.5卡池安排 6位新角色形象曝光 SP亭云4条尾巴太惊艳 新穷铁道2.3卡池的流银即将结束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除了已经登场的流银外 翡翠 云梨 焦丘等一众角色也会陆续登场 不得不说 这五星角色产能还是非常高的 而后续2.5卡池等角色的相关消息 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2.5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 根据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2.5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 分别是飞肖、灵莎 两位角色登场的顺序 目前并不确定 复刻角色的话 如果之前消息中提到的2.4霍霍 黑天鹅登场没错的话 那么2.5卡池两位复刻角色大概率是真理医生 黄泉这两位除了2.5卡池的相关消息外 后续6位新角色的形象也都被放了出来 目前已知的是从2.5卡池开始 会有飞肖、灵莎、莫泽、S.P.亭云 星期日以及一位新女角色 简单来说 飞肖是白毛女 武器是板斧 灵莎是少女体型 整体看起来着装较少 和云黎倒是有点相似 莫泽的形象倒是和之前官方放出的剪影差不多 一股刺客的味道 至于新女角色目前来看 是成女体型、名字、其他信息未知 值得一提的是星期日和S.P.亭云 其中星期日的形象下半身基本上没有变化 S.P.亭云的形象倒是挺让人惊艳的 几条尾巴很上进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哈 新虫铁道2.3卡池的流营快要结束了 还没戳的开拓者们倒是要加把劲了 而说起截止到2.3版本的三大主流顶级配对 估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电视线版本的流营超击破队吧 就顶级配对推荐强弱一起来看看 首先要说的第一个顶级配对就是以黄泉为主的虚无队 该队物有黄泉、银狼、佩拉、浮选组成 在虚无队中黄泉最好是2加1 或者0加1以及1加0这三种 超高的爆发、超快的充能 以及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在目前的T10配对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绝对是截止到2.3版本的天花板配对 然后就是第二个顶级配对卡黑稻子队 该队物有卡福卡、黑天鹅、软梅、霍霍组成 虽然一开始的稻子队比较难受 甚至在培养成本上也被2加1黄泉玩爆 不过稻子队的提升空间非常大 个人感觉的话安心等待专辅和专奶即可 比如2.4即将登场的焦丘 对稻子队就有非常不错的提升 妥妥的未来可期 而第三个主流顶级配对则是流营超击破配对了 该队伍有流营、软梅、铜鞋组、加拉赫组成 队伍主打的就是一个平民 超击破队在当前版本的环境下强度在线 不过想要玩超击破配对的话 软梅基本上被绑死 属于刚需的队友 只能说在当前版本 流营超击破配对是高于其他配对的 环境墙台 一个版本一代神 星穷铁道2.3卡池的流营已经快要结束了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除了流营的登场外 2.4版本的前瞻直播也越来越近 预计是在7月19日日晚上7.30左右开启 到时候还会有300星穷的兑换码 各位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忘记兑换哈 2.4版本开启的时间则是在7.31日 也就是本月底 因为是大版本 所以说还会有千到十年的活动奖励 还是非常香的 起码2.4卡池新角色云里登场 大家又可以多点抽卡资源了 这里也先祝大家抽卡不歪 一发入魂 十连双金 总能抽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而说起2.5卡池 两位新五星角色立会的公布 时间则是在7.16-17日 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 2.5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分别是 非萧 灵莎 两位都是少女角色 其中非萧是白毛 灵莎的暂时还不清楚 据说灵莎是刘盈的售后队友 不过也就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 官方就会公布新角色的立会了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非常的期待呢 值得一提的是 在2.4版本据说还给卡夫卡 加了一个默认皮肤名的站位符 这么来看的话 卡夫卡将有可能是 新铁首个出新皮肤的角色 不过按照这个时间来看的话 起码也要等到2.5版本集以后了 如果卡夫卡出新皮肤 估计玩家们会买爆吧 海洋咖响 感谢观看